近日,陈凯歌、陈红夫妇现身机场 当天,夫妇二人从贵宾市走出 来到座驾旁,陈凯歌不召集上车 而是围绕着贵宾市周围跑圈 陈红则拿着手机聊着微信 一路与陈凯歌讨论工作 看来陈凯歌应该是担心中年发福后闲了 所以正在小跑锻炼 而早前,陈凯歌心爱心陈红现身身着猛活动 眼间的媒体却发现 久未露面的陈红身体发福面不浮肿 老太见险,与昔日的颜值差距甚大 看到媒体曝光的照片 小编内心是崩溃的 不由一声感叹,时间去了哪儿了 内地90年代第一美女去了哪儿了 陈红将生活的重心移至家庭上 减少了台前的演出 除了偶尔客穿一些角色 更多的时候她是影视片人 莫尔陈凯歌太太的身份亮相各大场合 看着陈红紧握手机一路谈工作 看来要开始做女家人了 看来要开始做女家人了